接下来我们要等你来看到的是裸照门风波当中 网络模特尔孤管允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之前是掉了相机 结果相机里面的漏点私密照跟着外流了 后来却有网友质疑他是在炒新闻 将近一个月的沉默 孤管允昨天终于站出来 他在粉丝团po文怒呛 散布转贴裸照的才是真正有罪的人 超高分贝的尖叫 教授替电玩广告代言窜红的nono郭婉允 日前在学校以示相机 没想到漏点私密照一并外流被网友砍光光 事件爆发将近一个月后 郭婉允打破沉默24号首度在脸书回应 强调散布裸照的才是真正有罪的人 身高167公分有着迷人笑容和一双纤细美腿 还在念大学就已经是网络大明星 农历年前还替台北市警局拍摄一系列的桌子 超高人气可真一般 就是当然要跟大家说谢谢 让我在创立粉丝团的一年之内就到了十万人次 那会充总快应该也是因为之前有被报道的关系 郭婉允的粉丝团截至目前为止 人气高达26万 先前还自己拍摄影片感谢网友大力支持 结果裸照外流还被质疑是在炒新闻 警方提醒民众在网络上转发或散布他人影片 已经触犯刑法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千万不要隐身事发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